吊我 对 吊戏女友 是的 没错 那我在进场 好的 没有没有没有 对对对 哈喽 爱奇艺爱聊专讽的小伙伴们 大家好 我是杨昌月 我是丁雨琪 先请两位用在天界的祥云和出空的方式 介绍一下对方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祥云仙子 站着我旁边的这位呢就是我们的出空战神了 跟我差47000岁 但是呢 还是年纪大 但是心态很年轻的那种 对 在天界 我可是有被人说是有老祖同恋爱 嗯 但重新往后 你就是本座的历劫仙女 然后呢 没了 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蛮好看的 好的 你们二人第一次介绍对方时的内心OS是什么 又见面了 杨老师 是你小子 哈哈哈 湘云出空的七世情愿中最打动你们的是哪一世 我觉得是 宋 湘云那个副本 对 因为我觉得宋 湘云那个副本很打动我的点是 他一开始是不愿意和出空仙君下凡历劫的 很抗拒 但是 慢慢的这种青梅竹马的相伴之后 他其实是 嗯 心动而不自知 也不知道这份感情是什么 会说自己心酸酸的 但他也没有意识到 当他意识到的时候呢 又很害怕出空 就是 出空 回到天界 出空仙君找他算账 害怕他不记得这一世的记忆 嗯 就各种担忧嘛 然后就把这种感情给压了下来 直到他家破人亡 看到那个往日高高在上闪闪放高的出空仙君 也有这么软弱的 也不是软弱的一面 是脆弱的一面 脆弱的一面的时候 他很心疼 然后 也意识到了 陆长空是实实在在独立存在的一个活生生的人 所以这个时候他才开始慢慢地 接受了内心的这个感觉 到最后牺牲自己 为陆长空挡下那一件 只是希望他能多存在于这个世间久一点 这一次的副本 让我觉得记忆深刻也非常的打动到我 带着记忆的响应就有点像 在玩一个密室逃脱 玩着玩着玩进去了 对 就是那种清醒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地沉沦了 有没有哪种品格 是他们历经七次副本都一直在的 就是真是很像好的这个 对 你们觉得哪个节点 让祥云初空对彼此的情感亲近 开始发生重大转折 我觉得第一次副本回去的时候 祥云有在试探 然后第二次回去的时候 就开始大胆地进行一些 就是 驱动 驱动 第二次回去之后 是逐渐逐渐发现 逐渐发现自己有这部分的感情的萌芽 但是作为他的身份 作为他的经历 作为他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 他在努力抗拒这件事情 一直到 他去了圣灵教那一次 那一次的过程中 他从 我抗拒 我迷茫 我不知道如何处理 到逐渐逐渐 他是打开对于小祥的 一个感情的主动 因为小祥的单纯就已经感 就是让那个师傅感受到了 对于触控来说 就是 祥云的性格底色 在他不被 所谓的历劫先吕这个身份 所负的情况之下 他在没有记忆 他不知道自己是 是小祥云先吕的情况下 依旧会被我做些做那个的时候 他会觉得说 这个世界 他没有把我当成战神来对待 他把我当成触控来对待 是谁先对对方心动的 我觉得是 祥云 那来到三万年前吧 三万年前不是我 就是以一个 猎物的姿态出现了 吊我 对 吊戏女友 是的 没错 剧中你们有互换身体的情节 拍摄时有向彼此取取经吗 你演我 我们平常就是互相观察对方 然后甚至现在我们都会学 对方的一些小动作 例如他 那个丁老师经常用的那个 就这些动作我现在用起来都觉得非常的 得心 好用 非常的好用 对 祥云的眼睛 在看人的时候会有一种 星星眼 期待你的 就有一种 小动物的感觉 对 期待你的回复哦 那种感觉 可以现场还原下 互换后的某个场面吗 我要是会单挑眉的话 我觉得我 那一定炸了 但是可惜我不会 单挑眉 对我说手动 单挑眉 那种 祥云 真的不会 我觉得他那个那个是我 知道但是我学不会的一个 绝招 之后爱奇艺还有 100万个约定 知七十几项会播出 可以提前剧透点内容 让大家期待一下吗 我们 我们有饭活 对有插秧 是真的在体定天里插秧 对是你吃的那种米 重低吧 七十几项天 也许是 在夏天最喜欢吃什么宵夜 宵夜 凉皮 我也在凉皮 最近看的一部电影是什么 这部 消失的他 风神 然后里面有一个人消失了 消失的他 更喜欢追甜剧还是夜剧 甜剧 夜剧 主打的就是两个 夜剧里面的甜剧部分 夜剧里面找糖吃 甜剧里面找夜 寿 居外用一种动物形容对方是什么 小狗 老虎 他属虎 很热情 不凶 很热情 很热情吗 那我在镜头 好的 冷 不不不不 没有没有没有 冷幽默 对对对 我觉得他很像热情小狗 私下叫对方的称呼是 超低 超越 之前 杨超越 合作完就是 杨超越 他有点口音的 谁刚来照镜子 我 相信世界上有月老吗 相信 相信 我还相信有财神呢 我还相信有福元仙子 我经常能在饭店看到 你好 福元 谁怼我 我怼谁 怼不过 我就不听 嗯 尊度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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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精彩锁定8月20日七十几箱爱聊专访下 我们下期再见